第5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昨天登场 那么台湾是由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率团参加 但是中国却是打算排除台湾参与地位 澳洲媒体就揭露 中国将透过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岛国 推动取消台湾在太平洋岛国论坛的观察员地位 那么与会国之一的澳洲表态力挺台湾 那么针对中国的打压 我方已经跟邦交国联系 并且进行沙盘推演